大家好,今天段午節我和朋友一起由香港開車去澳門經廣珠澳大橋 我去澳門約了一位柬埔寨將軍 他會說一些關於台灣省的人 把我們中國人賣豬仔或者香港人賣豬仔去柬埔寨 然後去了喜喜樂園 我們都是低調地問 所以我今晚要陪這位將軍吃飯 所以不能夠和大家直播 明晚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早點休息,多謝大家支持,拜拜 大家好,我是華記 在這裡要多謝各大網友的鼎力支持 我們過去促成了數以百計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成交 很多網友去買大陸樓 特別是中山和珠海比較多 我們會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專業 提升服務的質素 我今天想分享粵港澳大灣區最新的情況 大家知道現在有一個優勢 疫情過去經濟反彈 我們看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樓宇最新的狀況 香港有些好消息告訴大家 第一,就是有個港澳北上 你會見到港澳大橋就會欺來讓往 因為現在港澳北上未開通的時候 大家看到車流很弱 但只要港澳北上和內地的車可以來到香港 港澳大橋就會有很多車流 促進我們兩地的經濟 第二,大家看到深中通道已經合龍 即將在明年就會通車 可以打造一個鐵三角 由香港經港澳大橋 然後可以從深中通道到深圳 從深圳又可以回來香港 這個兩小時的生活圈 在越港澳大灣區七千多萬人樓來說 是有一個非常絕對的優勢 近年大家看到疫情之後 內地的樓市有少少回落 加上人民幣貶值 我們拿著港幣去買大陸樓 相對來說是有好處的 樓價便宜了 匯率又好看了 即是變相我們是七節去買 越港澳大灣區的樓 好了,看到這裏 我們如果各位朋友 或者世界各地的朋友 你想去了解 越港澳大灣區的樓盤 歡迎WhatsApp 我們下面 這個越港澳大灣區的專組 我們會以最專業的服務 來令到你置業安心 放心又開心的 好了,多謝大家支持 大灣區見,拜拜